嗨大家好我是元祺,今天要來製作的是一組可以把插畫作品變得更有手繪質感的素材 今天也會順便介紹一下如何把手繪的作品製作成電子檔 主要會使用的工具就是這台掃描器,我會講解一下如何掃描,然後掃描進電腦裡面要怎麼進行後製 把這些掃描好的圖檔變成可以使用的素材 那在影片的最後我也會分享一下以前我還沒有掃描設備的時候是如何用手機、相機或其他的方式來把手繪的作品變成電子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紀錄像部分最有趣的 psych術 在電腦裡的費用是一個協助 在電腦裡的それ volunteered 在電腦裡的設計 在電腦裡的型格外 我們用天歌 愛聽器,我想記得在電腦裡的貓 在電腦裡的電腦裡的會造成電腦裡 發動耀導河耳光 配著這麼大小動物 這在電腦裡的電腦裡的張爐 變得無妙了 眼睛 把某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个先来扫描这张水彩的质感 图放进去之后就可以按一下上面这个Preview 预览好之后这边可以调整一下要裁切的范围 左边这里可以调整你的档案色彩还有解析度等等 最高可以到2400dpi但扫描的我通常设定600dpi 然后右边这里是选择你要储存的档案位置跟档案的格式 这边可以选Tiff档 好了之后就按下扫描 如果担心这种粉彩放进扫描器会把扫描器弄脏的话 可以把它先放进一个塑胶套里面 这样子扫描起来虽然边边这里还是有一些塑胶套的反光 但是我觉得比起把整台扫描器给弄脏 这样子扫描的效果已经算蛮不错的了 那因为扫描器上面的盖板是黑色的 所以像宣纸这种有点透明的纸张扫描起来之后 会透出后面背板的黑色 所以在扫描的时候可以在后面多点一张白色的纸 那到这边就完成了第一个扫描的步骤了 接下来我们要用后置来让这个档案 长得跟实际上手绘的作品颜色更一致 那这个是不管你用多贵的器材或甚至你拿去外面给专业的店家扫描 都一定还是会经过后置调色的这个步骤 把扫描好的图档留到Photoshop里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 会发现它跟手绘稿的颜色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那现在就是要把它调成比较一致的颜色 在滤镜这边找到Camera Raw滤镜 然后打开色彩混合器 把手绘的图放在旁边比对 那像现在会觉得电子档的颜色有点偏紫 就把蓝色的这个色相往比较水绿色这边拉 另外可以调整曝光度 慢慢调到觉得颜色最接近手会搞的状态就可以了 你有这种摄影用的校色卡的话 也可以用它来叫扫描器的颜色 它可以帮助你时候调色的速度加快 那就一样先把它放上来扫描一张 接着我们打开校色用的软体 把刚才扫描好的校色卡的这个图档放进来 跟着指示步骤做完之后就可以拿到一个色彩描述档 有这个色彩描述档之后呢就可以把调色的速度加快很多 一样把这些扫描好的作品丢进Photoshop 然后在编辑指定描述档这边选择刚才储存的这个描述档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完成所有作品的调色 但如果指定完描述档之后觉得颜色好一点不准确的地方 一样要在自己手动调整一下 准备好这组质感的素材之后 就可以开始来加工我们的电汇作品了 将素材的涂档直接拖一到已经上好底色的作品档案里面 涂层效果可以选色彩增值加深颜色 或是其他你觉得适合的效果 那可以透过调整这个涂层的明暗色相来让它融入作品里面 也可以多复制几个素材涂层 或是使用更多不同质感的素材来制造出更丰富的纹理效果 这样就可以在不需要特殊笔刷的情况下 做出一张有手绘质感的作品咯 再来这个是我本来只是想要实验看看 结果意外做出了超喜欢的作品的做法 那我事前就准备了CMYK色的粉彩素材 然后另外有两个我觉得很漂亮的特殊色 我想用它来试试看做出孔版印刷的效果 首先大概画出作品的草稿 接着将所有的素材都丢进来 并将涂层设定为色彩增值 接着要运用一下色彩混合的概念 依序叠上素材的色块 将色块用橡皮擦擦成想要的形状 如果怕出错的话也可以用遮瑟片的功能来制作 那果擦掉之后想要填补颜色 可以使用印象的功能就能保留素材的纹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可以调整涂层的透明度或是使用半透明的橡皮擦来增加色彩的丰富度 我会把这一组素材档案的下载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 欢迎大家自行下载运用 那如果有做出什么有趣的作品 都欢迎发布并tag我让我看到哦 接下来要示范的是在没有扫描器的情况下 要怎么用手机或相机来翻拍画好的作品 首先准备一个不要是白色的底板或底纸 然后将将作品用绿黏土固定在这个底纸上 如果有这个校色卡的话 一样可以固定在作品的旁边 用相机拍摄的话 记得先调整为固定的白平衡 这样才不用每张照片都要重新调色 那如果是用手机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设定了 如果现在就直接开始拍摄的话 很容易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放在桌面上垂直往下拍 很容易会有自己手的影子挡在作品上面 那就算把作品立起来靠在墙上 也很容易因为室内的灯光不均匀 导致拍摄好的作品 每个角落的色温跟亮度都不一样 那这样在后置调色的时候会变得非常麻烦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出太阳的好天气 把作品拿到室外找一个没有影子的地方 然后把它立起来靠在墙面上 这样拍摄的时候光线就会非常的均匀 那用相机拍摄好之后 就可以把照片丢进Photoshop里面 可以直接把校色卡放在旁边 手动调色或是用刚才跟承描器校色一样的方式 先制作一个描述档再来调色 那如果要调的张数不是很多的话 我就会直接手动调就好了 这边只有先完成了调色 我没有再做其他细节的调整 然后吸一下它不同地方白色底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们的亮度都是非常一致的 最后来比较一下分别用手机相机扫描器翻拍的图 第一眼看到会觉得手机的画质好像最好 但放到后就会发现它是因为颗粒比较粗 所以会觉得纸张纹理都有呈现出来 这样的画质如果要商用是完全不够的 但发发社群的话效果倒是不错 再来是相机拍的 放到后画质也还不错 用在一般印刷的话还蛮足够的 水彩纸的纹理也有表现出来 不过这样有好有坏 好处是发在社群时很有手绘水彩的感觉 但要印刷的话就要再做去背处理 不然把纸张纹路印出来会变成脏脏的感觉 最后看扫描器的效果 最大的差别就是背景变成全白的了 要印刷的时候就不用再另外去背 可以直接使用 写息度非常高 要做成复制化也没有问题 另外是肤色的呈现 扫描的很明显比较偏暖色调 这也跟实际上的手绘稿比较接近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或是想要帮我补充的东西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再请多多帮我分享出去 也欢迎订阅跟追踪我的频道和IG哦